市議員鄭文廷和市長謝國良秘書等人 分成三組和韓式們搭檔 玩起兩人三角的遊戲 憑著臨時組成的默契 看誰在最短時間內努力踩破 寫有貧窮疾病和失業的三顆氣球 象徵奮鬥戰勝韓式們 常遇到的這三種困境 努力迎向未來 端午節快到了 由人安基金會基隆平安站 舉辦的同舟共祭慶端舞 陪同韓式戰勝困境的活動 受到社會各界的幫忙 特別感謝兩大協辦單位 達摩愛心會 以及台亞國際慈善基金會等單位 和個人的幫忙以及贊助 包括冷水湖內衣庫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應景的粽子和香包 總共有大約280位韓式獲證關懷帶 今年這個伴舞華洲勇往直前的 這個韓式慶端舞的活動 非常感謝許多許多的善心團體以及單位 包括協辦單位達摩愛心會 台亞國際慈善基金會 以及許多的善事朋友 贊助我們今天發放的這個 端午關懷的愛心包 裡面有一些日用品 讓這些韓式朋友可以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更換身上的衣物 讓他們清潔身體 讓他們可以免除一些 夏天所帶來的病重害 所造成的一些疾病 贊助的善心團體代表 也幫忙發送裝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種子能關懷帶給韓式們 預祝大家端午加節快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